大家好,我是吳仔 陰道神童,語言又中啦 陰道神童,上年跟你說 這個冬天會很冷 冷到什麼碎樣 零下四十八度的美國人怎麼生存 請大家給個like支持我們每個小時的廣播 有一部分 陰道神童的Hades說 我也不知道你說什麼 吳仔好彩,OK仔講解得好 我不說了,你怎麼聽到他自證行員 好,繼續 very good 美國小鎮鼻炳鋒 明日之後的劇情續上演 明日美國的氣溫 原來今天已經跌到-48度 比聖鬥士星矢 冰河的早餐絕對寧度 死硬都可以 人們很可憐,怎樣生存 待會要聽我OK仔講解 另外,中國疫情爆發 印度怕死 印度要強制中國遊客 一定要接受檢測 不是吧 印度人什麼都吐好 你怕我們中國 我還沒怕你的霍亂 另外提到埃及發現 連體怪英雙頭兩收兩腳 法國男人 玩對抗山之陰敬 廢刀自攻 那麽糟糕 那裏會想對,聽都沒聽過 另外,勾勾 北海道 梁萬胡亭電 朵人四雙 教宗發表 聖誕文告辭 於俄羅斯 你別打了 無謂戰爭 烏俄戰爭早已升級 短期不可能和解 我們今晚又可以講到很多世界新聞 我們教給OK仔 不要睡覺 你說好聽 記住聽完28分鐘 就這樣吧 教給你 請大家跟進一下國際新聞 首先 由於聖誕節 教宗發表了聖誕文告 他說呼籲 快點結束 俄烏 那種所謂無謂的戰爭 在他們的角度來說 真的無謂 在我們的看法來說 都是無謂 有人說 當然一定要借他 其實他真的做了什麼 導致要生靈套餐 這麼嚴重呢 我們看看教宗 趁著聖誕節 在聖伯多禄大教堂 發表聖誕文告 他出來呼籲 向全球民眾信眾 知全城和全球民告的時候 說到廣場上 有些人舉著烏克蘭國旗 方濟國說到 他說他想起 我們的烏克蘭兄弟姊妹 帝兄姊妹 他們在 黑暗和寒冷當中 遠離家園 度過這個聖誕節 所以教宗就表示 願天主啟發我們具體展現的團結 去協助這群受苦的人 願神可以開道使用武器 雷鳴平息掌權者的心靈 結束這場無謂的戰爭 由於現在這場戰爭 搞了十個多月 家劇全球糧食短缺 所以 他出來呼籲 俄羅斯 你不要再拿糧食來玩 當作武器 協詞 全球 大家搞到一粒粒亂 當然 普京之前也說過 他想著和談 但是有人覺得 會不會和談得到 短時間 你現在 細胸甲囊 你見到 普京找到白羅斯那邊 回來幫忙 他真的 現在說到 兩個地區 兩個國家 一起拼合 好像是拈過 你找多一個人去幫忙 有人就覺得 熱臭一 但是普京就說 不用想了 我們也是打算和談 首先 烏克蘭 是不是不要再找西方國家幫忙 反過來 別人叫你停火 但是 不行 打擊也好像有 好了 現在 普京 接受的國營媒體訪問的時候 說 俄羅斯已經準備好 和涉及戰士的國方 就著可接受 解決方案協商 就是 告訴你 是可以談的 不是沒得談的 但是 要視乎 烏克蘭和西方國家的態度 俄羅斯方面 就沒有拒絕協商 現在把球射給別人 我就願意去談 帶前提 叫我乾爹先 這樣嗎 如果 你一定有前撤 這麼重 如果帶有些屈辱的前撤 人家會不會跟你談 當然不會跟你談 你也不是真心 美國也好 現在整個北約也好 背後 正在幫助烏克蘭 普京當然是不滿意的 所以 他就著這方面 就指責烏克蘭 你拿著西方社會的武器 現在跟他們打仗 他覺得 這件事也不夠真誠 起碼 都要停 因為說到 美國領導西方陣營 試圖分裂俄羅斯 現在是時候捍衛 幾乎人民 關於人民的國家利益 就告訴你 可能又要有個大前提 一個俄羅斯 烏克蘭也是俄羅斯的大前提 底下跟他談 講開 剛才白俄羅斯 就說 幫忙 是不是聯合一起 跟俄羅斯打烏克蘭呢 俄羅斯副外長就表示 這個俄羅斯和白俄羅斯聯合區域集團軍 只會發揮防衛作用 否認聯軍將會參與烏克蘭衝突的報道 他又指出 俄羅斯方面的俄方 向白俄羅斯配備特殊彈藥的戰機組人員提供 培訓 這就是為了回應 北約那個不友善的舉動 我告訴你 他是做打防守的 幫你做後面 保住後面 他又負責前面 其實你看到普京他們都很聰明 萬一他們真的要傾國之力 大舉出擊的時候 都需要找人 照著他後面 萬一 如果他全力出擊 美國人跟著出手 這件事是很危險的 所以 這件事如果大家按照推算 真的是不是明年春天 將會發動一場極大的戰爭 即是說到俄羅斯 全力炸掉你 就先上台再談 這件事 亦都可以估計得到 應該 在明年春天 即是回聯 當地開始回聯 俄羅斯方面 就會拼命打 那看看烏克蘭 賣到這一波了 真是新靈塗炭 另外跟大家說 內地的疫情都嚴峻 想不到 印度現在首先隔離中國人 隔離香港人 隔離日本人 隔離很多人 什麼事 印度現在很厲害嗎 連我們國家都這樣隔離 什麼事 我們看看印度政府說什麼 印度衛生部部長表示 包括中國 香港 日本 南韓 泰國入境的旅客 如果在抵達前 發現有病徵 或者對新冠檢測 情陽性 就需要隔離 同時間 亦都強制這些旅客 入境填寫一個 表格申請健康狀況 同日 開始亦都在機場 隨機檢測 大概2%抵境 國際旅客 可以 你看到借機 剛才說到 中國 日本 南韓 這些確診數字 都是激增的 尤其是中國 是不是 防範於未然 我們放寬了 你不讓我們去玩 當然 但有歧視 不行 但是 本身 印度是全球 確診個案 第二多的國家 他們 只有27%人口 接種 完成第三針 那你 是不是應該先弄好自己 你自己也這麼差 真的不清楚 另外 跟大家說 明日之後 又出現 厲害了 在美國 水牛城 有間餐廳 被完全冰封 哇 真誇張 一模一樣 那張照片 簡直是 跟那套劇 以前 明日之後 劇照還原 現在 由於美國 受到 被稱為 炸彈器船的 風暴襲擊 多地 天氣 非常之嚴寒 而紐約州 水牛城 漢堡鎮 有一間餐廳 被冰封 簡直 跟災難 電影 明日之後 的場景 是一模一樣的 也說到 由於 現在的寒流 侵襲美國 美國多地區 包括 南部的地區 本身是比較暖的 但是 已經是連續 第三天 受到寒冷的天氣 侵襲 而他們的美國 國家氣象局 講到 在韓風效應 估計 一些地區的溫度 會落到-48度 哇 真是恐怖 -48度 像西伯利亞一樣 有居民 試過在家裡 打一個水龍頭 竟然 水龍頭流出來的水 轉過頭結了冰 哇 家裡也有這種事 嚇壞人 除了嚇壞人 之外 也跟大家說了這件 奇怪新聞 哇 真可憐 什麼事 有 醫錯症 醫錯症 很麻煩 但是如果是一些重要部位 醫錯了 那就相當真是苦惱了 人生 真是男士 最苦惱就是這種 法國有個男人 就生了癌症 說到癌細胞出現了在他的下體上面 醫療團隊盡可能 切除癌細胞的同時 就盡量 減少對他的下體 造成一些破壞 這麼恐怖 不是吧 根據外國傳媒引述 現在38歲的男子 14年 去了南特大學 法國醫院 就看醫生 當時 他30歲 就被人診斷出 他應該有這些癌症 而說癌細胞的位置 就是在他生殖器官 陰莖上掠招 這個匿名受害人說 很討厭這位醫生 完全不聽他說話 跟著他跟我玩俄羅斯輪盤 不是吧 據傳 當時醫院被尿科醫生的目標 就是盡量保住他的膠 但又幫他切到癌細胞 但這個計劃完全不成功 癌細胞最後擴散到整個東西 痛到他 點床點脊 病人 就說回當時有多痛 他說 真的痛到疼 重到想自己拿把刀 就手起刀落 甚至乎 拿了好 拿把刀出來 拿了消毒藥水 然後把刀掉 然後把刀掉 後來他太太阻止了他 過了幾年 因為癌症的病情惡化 最後他也被醫生跟他說 沒辦法 你這條子孫筋廢了 要切掉他 真是恐怖 最後這件事就放了上去 法院審理 因為 就著醫療團隊 當初沒有把他身上的癌細胞清除 現在就告了上去法庭 日前 法院方面 要求醫院支付6.1萬歐元作為一個賠償 6.1萬賠償 你也挺不認識的 算了 這個世界的事 沒得說 另外 說到日本方面 日本共同社就說 針對第八波疫情和 Omicron病毒株接種已經啟動了三個月 但是 全部人口的接種率只有32% 重症高風險人口接種率只有54% 專家的憂慮 接種率不足 可能導致感染和死亡人數增加 這個接種率低微 由於日本方面也出現了新一波浪潮 但是 也放寬了 放寬了 你再叫人打針 老實 那些人理你也有味 現在他們的專家就擔心了 民眾對無止境疫苗接種感到疲勞 那 擔心每一不良的反應 那當然是 大哥你真真不識 你今天跟我的Omicron一 又要打一支 二又要打一支 那什麼時候才完 你還要叫他狂打 那別人也放寬了 所以別人也不打 但是現在說到 由於他們感染人數持續上升 去到上個星期更加創了二十萬人單日感染 創了新高 那這件事 他們也要覺得 看一看 看一看 怎麼可以做的 那些針會弄毛嗎 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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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一下別處 在澳地里 有一個滑雪場 發生雪崩 哎呀 麻煩 導致十個人活埋 有一個人被獲救 送到醫院 我們當地 看看情況 事發在下午三點幾天 現場位於二千七米高的高山 當局派出一百人 直升機搜索犬參與救援 救援人員 利用頭燈入夜 日以繼夜 去搜索失蹤者 而說到最後 有兩個人失蹤 這個時勢也是 你現在出來玩日本 早前北海道才說到 有幾位香港人 如蘭 這件事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你們在北海道玩的時候 更加要小心 兩波寒流襲擊日本 導致14死87傷 北海道近兩萬戶停電 所以你說這個時候 如果分分鐘過日本 都不知道玩什麼 玩雪 日本現在受到這麼強勁的寒流襲擊 做到這麼多人傷亡受傷 在北海道也說到大雪造成的災情 真的令人爭吵頭 因為 他們現在說到這場大雪 做到大規模的停電 現在說到盡力搶收 看到那些大雪 真的整架車這麼高 由於停電 如何取暖 現在說到有些地方的人士 不停走去特賣場買些電池式可攜的暖爐 即是告訴大家 出發去這些有落雪的地方 大家要留意 隨時 不只是帶暖包那麼簡單 帶回兩個電暖彈 甚至乎入那些火水佬舊式 可以幫到手 即是告訴你 你別想著不怕 可以充電 沒有的 哪有這麼多東西可以充電 沒有電的時候 就沒有充電 另外我們跟大家說說 日本 其玉縣發生一宗兇殺案 導致有三個人死亡 在昨天 其玉縣發生一宗兇殺案 造成三個人死亡 警方經過追測之後 一名住在案發現場附近的40歲男兒犯 當晚落網 被以涉嫌謀殺 逮捕 究竟是甚麼事呢 因為這個地方的市 叫范能市警方 接到線報 就說有一串民居傳出爭執聲 之後就出現火警 哇 想著消失 警員立刻派人到場 火災燒毀房屋 大部分是財產的 而警員更加在屋外花園 發現到一男兩女的屍體 他們的頭部和頸部都被鈍器打擊 即是 用可能脫子之類的東西 擊斃 警方就指出 屋主為一對六十幾歲的夫婦和女兒 真是古靈精怪 另外跟大家說說 真的 關於 在 泰國 泰國 沒得冷 但是 大家要玩 出去玩 要小心 泰國 有一個性感女DJ 喝了一杯 被人下藥的酒 嚴重了 五分鐘失去知覺 這件事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究竟是否真的被人收拾了屍 這個女DJ叫阿提塔亞 她在日前 Facebook發佈了多張相片和影片 她表示 她日前 之後還可以把照片拿出來 她在酒吧做DJ 有人提了一杯酒給她喝 她出於禮貌 接了一杯酒和喝了下來 想不到就立即迎來一個惡夢了 她說 喝下去之後 不是什麼烈酒 但是 沒有醉 想不到 過了五分鐘 砰 並彈 躺下了 這位女DJ指出 雖然 喝了這杯 類似迷魂藥的東西 她不是迷魂 被人強姦 而是說 她喝完之後 竟然出現了七孔流血 鼻 血淋淋的 膝蓋也流血 全身每個洞都流血 哇 這杯 是毒酒來的 她不是迷魂酒 她說 幸好她喝那一口很小 兩三個小時之後 就醒了 她說 如果她喝得多 就沒有那麼幸運了 她也不知道 她喝了什麼藥 她說 手術用的麻醉藥 躺下了 都完全忘記了 看到的 那張照片 又說 躺在床 失去意識 看到 眼耳口鼻 膝頭歌 都有一些不明的 紅色血印 看得到 都非常嚴重 她所以警告 身邊的朋友 大家出來玩的 香港人 都要小心 你去到泰國 如果突然有人 醒一杯給你享受 有個美女 或者有個美女 走過來 免費請你喝的 你都要小心 真的不要再接受這些 陌生人 請你喝的酒 否則 真的太卑鄙 太可怕了 這件事 幸好她沒有被人收拾 這件事 也可以告訴大家 另外 說一下 天降儀仗的事 在埃及出現了 是不是有金字塔出現 當然不是 不是說這些 竟然 埃及有個大兔婆 日前 刪了一對雙胞胎 而這對雙胞胎 說到兩個人 除了頭部 手臂等這些部位 各自分開 但是他們是連體 連著同一個身體 和一隻腳 OMG 其實 那女生 懷胎九個月 在醫院分娩的時候 生之前 已經知道 她這個胎 是會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 都決定把她生下來 順利出生 但是 醫生說 你這樣 連著 很難把她們分開 因為 腹部 太多器官共用 兩個人是沒有辦法單獨生存的 即是 你不一樣 有些連體嬰 在裡面 有個器官分開 但是 現在醫生說到 你的東西分享 就沒有辦法了 如果你 硬分開 恐怕 兩個 寶寶 都會喪命 所以 這次 會不會有 因為 之前你看得到 很多外國 都有 一個半個案件 有一些更加 連體 女嬰 大了之後 更加可以拍拖 這件事 不是說 純粹 如果從醫學的角度來說 他們 會不會出現一些奇怪的病徵 能不能夠大過 正常生活 那就不得而知了 另外 跟大家說說 在西班牙 哇 在一宗交通意外 這宗交通意外 造成六個人死亡 事發當地晚上九點半 有一部 接著八個人的巴士 由盧郭前往 比郭 去到雷斯河 發生意外 救援部門 最初接到一名駕駛者報案 就指出 橋面 有一個新造成的嚴重損毀行跡 由於天黑和大雨 就看不到哪裏發生了交通意外 其後 有巴士的乘客 再報案 就說 有巴士飛了下河 救命啊 河水湧入車廂了 當局 立刻派員去現場 救援 但是天氣惡劣 加上喘急河水 要到第二天 才能救出司機和一名旅乘客 可惜 其餘六個人都已經離開了 誇張 直飛四十米 很高 真的散開了 真的 所以告訴大家 你們出去玩的時候 就打聲十二分精神 尤其是坐那些旅遊巴 另外跟大家跟進一下 在巴黎 日前發生一宗 槍擊案件 現在他們的檢察部門 對外披露了事情 的情況 巴黎檢察部門 形容當日一位69歲 嫌疑犯 患有抑鬱症和自殺傾向 說他一早一六年 已經有想著想 打倒外國人的想法 所以確定 疑犯的健康狀況 也曾經被轉移 去警方精神病機構 接受調查 目前嫌疑犯 已經重新被警方拘押了 哇 真是瘋子 法國電視台也報導 這位嫌疑犯 想著計劃 在巴黎北郊 一個地方 做什麼呢 就被罵人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地方 叫塞納聖德尼省 他裏面 普遍被認為 有大量外來的移民 他亦對檢察部門承認 由於在那裏 看到的人 很少 亦都很難重新 叫做reload武器 所以他改變了行空地點 去了巴黎 第十區 這些移民 影響得到 那些人都瘋子瘋子 另外說一下查理B 查理B首度發表這個聖誕文告 他裏面說 流露出對亡母 只是英女王的懷念 英王查理斯三世 第一次向民眾發表聖誕文告 說到人民在經濟衰退的環境 仍然發自內心的團結 持續日益惡化的通脹 問題的鬥爭 其間流露出對亡母 就是伊麗莎伯二世的懷念之情 現在英國的環境也不太好 他們也要想辦法去搞定好經濟 未來2023年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講開這些新的挑戰 現在馬來西亞 因為受到他們的天災影響 導致他們有個雷水站被迫運作暫停 因為水源現在受到污染 那就麻煩了 那就沒有好水用了 那怎麼辦 沒事的 現在他們那邊又不是很冷 那就好一點 但是你說如果在冷的地方 沒有水用 都是多少頭痕 另外 剛才講到查理斯 現在講到哈里梅根 哈里梅根 因為有英國傳媒 就罵梅根 哈里夫婦現在拒絕對方道歉 什麼事 英國《太陽報》 就刊登了電視台節目主持人 一位主持人的專欄文章 提及到他對哈里王子的老婆梅根那種痛恨 引發大量讀者投訴 最後這位電台節目主持人 就和報社先後道歉 更加對外道歉 但是哈里夫婦發言人就說 這些公關伎倆 我不受理 發言人就指出 《太陽報》利用仇恨暴力仇女 去謀利 認為真真正正道歉 會改變報道守法和道德標準 那 什麼事呢 因為說到 看他可以訂屎 全裸遊街示眾 現在恨之入骨 怎麼也好 不知道了 因為皇室家庭也是很大的風波 今天時間到這裡 下一節再說 拜拜